這個版本 下載下來他這邊有特別強調32bit 因為 其實在版本裡面還有分64跟34 不過如果你是32,64也可以用 向下相容 所以相容性32當然會比較好啦 那 64有什麼優勢呢 其實就是他平觀大 所以跑起來如果你是跑大量資料的話 對於記憶體要求比較高的時候 那你就選擇64 不過機率當然比較低一點點 現在用64會員能夠感覺出來差異的話 除非你是用那個3D遊戲 那個可能 一張圖要跑好幾百 Mega 等等的才會有感覺 那第一個呢你把剛剛下載的那個 這個這個我們下載的這個 下載的這個 先把它下載 然後安裝 那我是建議呢 他預設的這個是安裝到 我們的C疊底下 那如果你安裝完之後下一次來可能不見了 所以我建議你把它安裝到這個下面這個 就是 自訂的安裝 記得喔 選就選這個 不然的話 你每一次 又要再按一次 那下一次 每一次的話就要再花個時間 所以我建議你乾脆把它 放在你的低碟 那你需要裝哪些東西 你會發現他告訴你 有這些東西 包含他的 這一些 那什麼呢 他的一些 Documentation 他的文件 還有一些套件 然後他的開發的一些 開發的環境 叫什麼 其實應該IDE 這個IDLE 那只是這個 ID的環境 基本上呢 不是很好用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 環境裡面 再改 改一下 也許我比較 建議是用像 Eclipse這樣的環境 不然的話那個 這個環境比較像是一個記事本 很簡單那個環境 裡面就是打程式 那這樣對有些朋友來說 其實我覺得 並不好用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 一些環境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NAS 那要不要加一些 那個ICON 反正就 安裝的環境 請你browse一下 他預設是幫你裝在什麼 C碟底下的你的那個 預設的目錄底下 那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這個 這邊 把它delete掉 然後呢 前面把它改成低碟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你下一次 直接到你低碟就可以找了 那我還甚至建議你乾脆把這個環境 把它搬到你的 隨身碟 以後 拿回家 就可以用了 不用再下載了 OK因為他 可以 不需要經過安裝 也可以使用 OK eStore 好 這個部分 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想這安裝應該 就可以 完成 完成 那完成之後的話 再來 請你 開始 寫一點程式 怎麼開始寫程式呢 很簡單 其實我覺得 Python 雖然說它是 它不是商用軟體啦 不過它的那個整個因為 使用的人非常多 所以 它這個環境 也很 蠻成熟的啦 我想 不過你會發現 這是一個 非營利組織 ORG 它沒有收任何錢 可是也把這個東西做得非常好 可見的這個 這個 這個世界 其實還有蠻多人 其實 是不是為了 盈利 而做事情 像這次世大運 其實很多義工 他們是沒有 沒有 擠心的 可是還是很熱衷在 那些 事情上面 所以有的時候其實 反而 你會不計 任何的 那個 就是說 利益 去做事情 反而做事會非常的開心 當你有那個利益害關係的時候 你做幾次來 相對的 你會有患得患失的感覺 OK所以當然這地方 學習啦 反正學習你就把它當成有樂趣 甚至你可以把你家裡的小朋友 把他抓過來一起學習 因為對他來說 他未來 就會跟別人不一樣 因為我發現 像昨天小朋友的親私會 是這樣 因為說那些學校 能夠給的實在太少了 對於未來 其實 還有蠻大一個 一個gap啦 就是 學校大部分還是比較 是學一些比較基本的東西 但是你要讓他能夠有比較不一樣的感受 我覺得還是 需要 給他一些可能 像類似這種東西 OK 所以請各位待會 先把這個先安裝起來 因為他可能裝要需要一點時間 裝完畢之後的話 你可以在那個 你的程式級裡面 應該可以看到Python 然後呢 待會我們再來看就是 怎麼樣開始在上面做一點事情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在D疊我們安裝好了 所以D疊底下會有個Python 36 然後一個-符號加32 表示他是32bit 裡面就這些東西 他幫你裝好了 至於裡面有什麼 其實 大家猜得出來 DLSS 就是他一些動態連結程式庫 Doc 就是Documation 資料 那你有興趣自己開一下 除了這些之外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哪裡呢 在你的程式級裡面 應該也會多一個 就是叫Python的36 3.6 然後呢 裡面的話 哪些比較重要 特別注意 他給你的東西 裡面呢 就會有 至少 4個東西 那等一下我們先測試第一個 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其實如果你把他點開來 他會有什麼樣的狀態 就點下 這個啦 其實就是 這個就是 他也會自動 如果你有點擊過 就這個 跳出來 好 其實 可以在這邊寫程式 但是我想 這邊雖然可以寫程式 但是未來你可能 不會希望在這邊寫 複雜的程式 因為一定會非常的痛苦 這個就是所謂以前叫Doc 就是 只是文字 文字的模式 Test mode 就是 那怎麼寫程式 好 我們第一步啦 反正 很簡單的 你把它當計算機來用 3加5 Enter的就是 8 有沒有看到 他可以當計算機用 可以啊 你也可以給他一個 比較複雜的數字 但是 他只能這樣做嗎 那這樣你用計算機就好了啦 對不對 所以第二步 請你把一個比較複雜的運算 比如說 A 如果等於 3 Enter 他就幫你把3記錄在A的變數裡面 那不用宣告喔 你會發現喔 他跟VBA也有類似的 好處 不需要宣告 變數 也不用告訴他資料型態 他會在初始化的時候 自動幫你判斷 這個好喔 為什麼 因為大數據本來就是這樣 大數據分析 他有個特點 就是呢 你的資料來源的形態也是不固定的 那不固定的前提下呢 你不能給他一個固定的形態啊 不然以後 本來你 本來 設定的資料型態是數字 最後來個文字怎麼辦 你要轉來轉去麻煩 所以 他 不規定 那B如果等於多少 等於5的話 那如果我希望怎麼樣 把A跟B加起來的結果 再放到一個sum的變數 sum等於什麼呢 A加B 那sum裡面是多少 那你要把它列印出來 輸出的話 記得喔 有個叫print的一個 一個函式 然後呢 剛打錯了 print對不對 錢瓜糊 那把它print出去的話 就是加一個什麼 這樣子 其實我想如果有學過程式啦 應該這個都是最基本的 好print 8就輸出了 那你看懂這個流程吧 就是 把A放到 那個 其實他這個等號 在這邊應該叫負語啦 把3這個數字負以到A裡面 存起來 再把5再負以到 B裡面 最後把這個兩個加起來 最後print出去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第一段程式 再來 一般習慣喔 如果我們 開始在學習 程式裡面 最常用到就是什麼 Hello World 所以一般習慣 如果你要把 數 把文字輸出的話 這邊叫 Hello World 最習慣就是 不論是Android Java PHP 什麼 反正你就是習慣 如果你要輸出一個Hello World的話 就是print 記得 文字前後要加雙以號 或單以號 不過我們當然習慣用雙以號 我們就記雙以號 Enter一下 Hello World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開始 寫一點程式吧 不過我想喔 你不用被這個嚇到啦 因為以後如果要寫 複雜的東西在這邊寫 還得了 簡單的可以 但是 複雜的話要在哪邊寫 待會再告訴各位 反正呢 我們要需要一個 很 很棒的一個環境 可是這個環境要怎麼建立 待會 那請各位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我是 很 好 廣 文字